所以释迦牟尼真正成佛的时间 是在双灵树下成佛的 那么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叫赌明星而悟道 那个时候只是看到了明体 悟到了什么是发身 那么他悟到了以后 他就去传道 传道中积累功德 功德圆满 最后成就了金刚不坏身 是在双灵树下 涅槃 究竟涅槃而成就的佛神 那就是金刚不坏身成就的时候 怎么成就的 功德圆满是成佛 他那一世该教化的众生都教化完了 该做的功德海的事情做完了 他就成就了 就是我们今天佛教界有一个误会 释迦牟尼什么时间成佛的 菩提树下赌明星而成佛的 不是那个叫悟道 赌明星而悟道 你要赌经中的圆句 悟到了才能去传道 传道 受业解惑 做人的诗 做天人诗 做六道众生诗 然后功德是圆满 圆满了 终究成佛了 是在双灵树下 涅槃 而究竟圆满 成佛了 功德圆满了 大家有了金刚不坏身 才能够去真正的传道 没有金刚不坏身的时候 你传的什么道 所以是在获得金刚不坏身之后 去传道 这个过程 这个叫空碑 刚才说 用空色来聚成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这个属于佛法里的空色 这个部分的教法 那么今天显传佛教 没有人讲到空色 讲新经的时候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讲不下去 胡扯一段 不懂的是空里面要显明色 叫空色不二 叫空不易色吗 空不易色就是空里面和色 是不是要同时在叫空不易色 是不是空明里面 要有显色 要有显色 显色能新造 用此色新造 才能造法完成 才能造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所以这是空色法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显宗不见有人传承 有人来讲 密宗 很多大德在这个地方 也是压口无言 这个 在密宗里正道空明的很多 第一个层次 发身件 他用特别的方法 安住于发身 安住于空性明体 这个确实 当今世界 还有很多这样的上师 无论出家的还是在家的 有这样的师父 但是 讲到空色这个部分的 很少 少之又少 几乎不见 有大德出来宣讲 那么 讲到空碑这个层次的 就更不见了 为什么 大家都是讲碑 不讲空 因为你没有空色 你没有空色力 你不可能真正的空碑 什么是叫空碑 空碑是空色明体里面 因要度如母友情的 大悲心升起 而能使用空色 救度友情 所以你没有第二层次的 空色力 你不能够 像菩萨一样 真正的救度友情 你就不能真正的空碑 说 我也在行大碑 然后人家没有饭吃 我给钱 这个不叫空碑 这个叫慈碑 也不叫大碑 大碑周边的大 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空性明体为大 什么叫大碑 什么叫大碑 就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明体 里面行碑 叫大碑 你连空明之体都不得见 连空色之力都生不成 你怎么能够真实的空碑呢 我请不吝点赞好 我请不吝点赞好